主席 对中华民国的利益的维护等等 你愿意打几分 替马总统 其实整体是 这次应该对中华民国的尊严 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以及两岸关系的维护都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比较靠近高分的区域 要你打分数呢 有没有80分 80分当然是有的 有没有85分 我想差不多85分左右 我是觉得我们大家其实 朝野政党 不需要为这个马习会去 吵架 然后从各自的政党立场来解读 我们看美国怎么讲 我们看世界其他国家怎么讲 至少我现在看到了 我们刚刚提了很多次 美国国务院 这次由他们的发言人 发了这个文 他上面用的字是 其实是非常肯定的 是用Welcome Welcome the meeting 而且他还讲到说 这一次的见面 对两岸关系的改善 是个historic improvement 这些制度是坦白讲是 非常的正面 是非常肯定的用字 那他也讲美国 那他也讲美国 他这个 在台湾的这个和平来讲 这个他是有很 有很重大这个利益的 这等等这些 我想另外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我就要看纽约时报怎么讲 这是全被认为全世界 最正派 销售量不见得最大 但是影响力最大 特别对自治分子影响最大的 这个 这一份报纸 这是今天早上 我 因为我长期订这个报纸看 你看这个照片上 就是 马总统跟习近平 两个人的照片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的就是说 有没有对等呢 有没有尊严呢 有没有黑箱作业 如果看外国最有名的 这样的一个媒体的处理 两个人是站在一起 而且他用的字是 presidents make historic rich across Taiwan street 他称两边是用presidents 这个不是对等吗 纽约时报自己放这个照片 在用presidents presidents用复述的这个字眼 我是觉得 这个就对等 是和他的小标题面 还讲了 双方都没有使用 总统这个字眼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对等啊 可是纽约时报 进一步的 干脆把他们两个都称为 国家领导的 就是总统 那边是主席 那他用的字 其实他也认为 习近平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 他没有冒险的 换句话说 对中华民国来讲 我们并不是没有收获的 他讲的字 他说这次他们两个见面 虽然有很小心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 可是呢 习近平是要冒着一个危险的 在新加坡 因为这个会谈 会提升台湾的地位 Elevate the status of Taiwan and undo China's decades of efforts to isolate the island internationally 中共一直想在国际上 顾虑我们 可是在马锡卫 在新加坡这个见面 会让他这样的一个努力 是会白费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最受尊敬的报纸的 这样的一个评论 这对我们是非常好的 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对等的 就是平等的 对台湾走出被顾虑的局面 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我们来看幾张图片好了 这个 新加坡的关系跟我们 在陈水扁总统任内 其实是蛮紧张的 这样一个照片 我只问民进党的朋友 你们做得到吗 你们做得到吗 李显龙在官邸 跟马总统两个人喝茶 言欢 而且他自己上网 称马总统是President Ma In Joe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样的一件事 我再说一遍 民进党的朋友们 你们的总统做得到吗 民进党籍的总统做得到吗 新加坡的总理会愿意把这样的照片 主动泼上网 而且称我们是President Ma 我们再看一个照片 这个也是一样 大家一直讲说 我们究竟有没有对等 有没有平等 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媒体多到了 几百位的记者都看到了 在马总统前面的这个桌牌 上面是中华民国国企 底下是称总统 这个画面 我像全世界 几千万人上亿的人 都看到了这个照片 看到我们的国企 虽然不懂中文 他们也会了解说 这底下的头衔应该是什么 也可以问问看 所以我整个的评论 我是觉得 我们这次其实是没有吃亏的 而且对等 这些尊严都有 至于讲说黑箱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陈水扁先生的时候 是真的才是很多的黑箱 飞机已经飞到天上去了 还不晓得下一站 要在哪里落地 请问这不是黑箱 而且这不是非常危险 而是非常不礼貌 最后跟荷兰的机场说 我们的飞机没有油了 请我们下来 让我们下来 荷兰等於是被人家摆了一道 你没有人用国家元首 是用这样子 不入流的手段 在你家机场下降的 所以荷兰为了安全 只好让你下来 然后 陈水扁就快夸称说 你看我在荷兰下来了 你用这种方式 你觉得是替台湾 增加光彩 还是让我们丢了脸 另外八牛是 才是黑箱好不好 八牛案 被国际的骗子 骗走这么多钱 说要跟八牛建交什么 讲了一大堆 最后呢 錢不见了 还要外交部花钱去打官司 安排八牛的重要官员到台湾来 什么都没有 被骗子给骗了 而且事先我们一无所知 这个才叫做黑箱 我不认为我们这次是个黑箱 我要讲一个真话 讲两岸关系 马总统上海这七年 两岸直航 然后 带给大家这么多方便 也让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活下来 然后 这么多观光客到台湾来消费 然后我们卖了这么多的水果 到这个大陆去 我现在只要讲 很多民进党的朋友 他们未必在这里 我讲的应该都不在这里了 你们坐直航的飞机到大陆观光 记住 去上海卖水果 跟对方的官员把酒言欢 然后你们回到台湾来以后 却痛骂国民党 夜深冷静的时候 默默良心 你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你们享受我们努力 创造了两岸和平的 这样一个局面 你们享受各种的方便 在你们的选区 这么多大陆观光客来消费 两岸的和平 这么多年来 过去的七年 是前所未有的和平 这个事情 连美方都是非常肯定 我每一年带队到华府去 法国府的官员都非常肯定 两岸关系的稳定 跟和平 所以我是觉得 be fair 我们大家其实要对彼此 都要公平一点 我认为这次马席会是成功的 是公开的 是公正的 是有尊严的 是对等的 谢谢 好 请回 谢谢李立方委员 我们接下来 请李军委员来替我当 来替我主持好不好 好 我们请段宁康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下主委 请下主委 请下主委 道委员好 下主委你好 好 下主委 我聊 也会 是 好 感谢观看